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车子作为一种逮捕工具 不仅提高了人们出行率 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有时候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从传统的自行车 摩托车 到现在的汽车 车这种逮捕工具越来越智能化 现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有点经济能力的人都会购买与自己经济实力 相匹配的车 市面上现在有微型车 小型车 紧凑车型 中型车等大小各异车型 价格从几万到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都有 实在不行 还有价格更低的二手车选择 那么农村人买车是出于怎么样考虑的呢 第一类 事业有成的人 都说一锦还乡 有辆当次不错的车开回老家 多少羡慕的眼光投来啊 这人铁定成功人士 在外事业红火 要么生意兴隆 要么家关进绝 第二类 结婚买车 由于中国男多女少的过情 买车买房成为结婚必谈之序 在农村结婚 有自己老家豪华宽敞的自建房 不要买房 那买车总免不了吧 第三类 工作需要或者生活需要 有很大部分人做生意是需要用车的 早出晚归或者外出进货 没车自然不方便 自然就得买车 还有一部分人买车是生活自用 家里面一家老小出门车费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而且还很不方便 这个时候拥有自己的车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平时出门 接驾至自驾游 生活品质就上了一个等级 第四类 面子 就是打肿脸 也必须说自己是胖子 看着邻里乡亲从摩托车 纷纷换成私家车 没车的就会感觉很尴尬 现在买车方便了 有零首付 还零利息的 遇上个车展 或者年底忘记车口还不少 想方设法买个车 往家门口一停 面子蹭蹭蹭上去了 那感觉简直睡着多能消醒了 小编想说 对于买车 简然见智 需要才买 毕竟是消耗品 假设家里人基本上 上班地点就在门口 你买台车 那不成摆设了 这又是何必呢 对于买车 理性消费才是王道 有时候近距离出行 自行车 电瓶车等交通工具 也不错 绿色环保安全 可靠 关键 使成本还低 最质 的 对于 最质 的 ��